你知道什么是马拉松吗? 它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长跑比赛 你了解它的起源和发展吗? 马拉松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长跑比赛 起源于希腊古代 传说公元前490年 波斯军队入侵希腊 雅典城墙卫兵菲德·皮里斯 在战斗中奔跑约42.195公里 从莫拉托斯城 Mirathon 奔跑到雅典城 Athens传递胜利信息 完成了这段伟大的历史使命 但也因此身亡 为了纪念它的英勇事迹 人们在他去世后不久 就举行了一项 以他名字命名的长跑比赛 这就是现代马拉松的起源 马拉松由于其历史和文化背景 而成为了一项备受尊重的运动 也成为了各国体育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 马拉松比赛已经成为了一项全民运动 每年在全球范围内 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 参加各种不同级别的马拉松比赛 马拉松比赛的标准距离为 42.195公里 比赛不仅需要选手们 具备良好的体能和体力 还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力和毅力 比赛中 选手们需要克服极端的气候和地形条件 同时还要应对心理上的压力和疲劳 因此 参加马拉松比赛前 选手们需要进行充足的训练和准备 以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 在马拉松比赛中 不仅有专业选手 还有大量的业余选手参与 对于业余选手来说 既要享受比赛带来的快乐和挑战 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和健康 在比赛前 选手们需要了解比赛规则和注意事项 避免违规操作和不必要的风险 此外 选手们还需要做好准备工作 如选择适合自己的装备和饮食 以确保比赛中的状态和表现 在马拉松比赛中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 那就是 为慈善事业募集资金 许多马拉松比赛 都会与一些慈善组织合作 为社会公益事业筹集资金 通过参加马拉松比赛 选手们不仅可以锻炼身体 还可以为慈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 我们要提醒大家 在参加马拉松比赛前 一定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和训练 避免因为身体和心理原因 导致比赛失败或受伤 同时 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和健康 避免因为不必要的风险 而导致生命安全问题 只有在做好足够的准备和保障的情况下 才能真正享受马拉松比赛 带来的快乐和成就感 除了以上提到的内容 关于马拉松还有一些有趣的冷知识 其中 最为著名的莫过于 墨尔本马拉松悲剧事件 1967年的墨尔本马拉松比赛中 一名叫张兰迪的选手 在领先的情况下 错过了转弯点 导致其他选手也跟着错过 最终导致数百名选手 跑到了错误的路线上 迷失了方向 这场事件被称为 墨尔本马拉松悲剧 不仅令比赛变得混乱无序 还导致了数百名选手的失望和挫败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马拉松比赛中的比赛路线和标志物 都变得更加明显和规范化 以确保比赛的公正和公正 此外 除了标准的42.195公里马拉松比赛之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马拉松比赛 如极地马拉松 太空马拉松等 这些比赛不仅具有极端的气候和地形条件 还需要选手们具备更高的挑战性和适应能力 在这些比赛中 选手们需要克服更多的挑战和困难 以完成比赛的任务 最后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马拉松比赛虽然是一项非常有趣和充满挑战的运动 但也需要注意自身的身体健康和安全 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 选手们需要进行充分的健康检查和训练 以确保自身的身体状况可以适应比赛的要求 在比赛中 选手们也需要注意自身的身体状况和状态 避免因为过度劳累和缺乏水分的问题 导致身体的损伤和伤害 只有在保证自身的身体健康和安全的情况下 才能更好地享受马拉松比赛带来的快乐和成就感 马拉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